嘲讽赵纪委出卖郭艾伦 王哲林踢爆辽兰内幕 CBA联盟果然没做错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亮仔聊球 我是亮仔 如果你喜欢亮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那么说一下最近的王哲林 被爆出录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大家也知道 就在最近的王哲林 也是被爆出了一个重大的丑闻 就是他在更衣室当中 去辱骂杨明 并且去攻击整个辽宁队的一些球员 这种做法在很多球迷看来 确实相当过分的 那么从这一次李天荣 和他的一个女友直播当中 爆出了一个录音内容来看的话 可以了解到呢 这一次那么整个上海队 在战胜辽宁队之后的话 确实让他们非常的开心 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 这些呢回到更衣室之后的话 也开始讨论起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 那么首先呢评论整个球队的话 首先王哲林是说呢 整个辽宁队说球被上海队打败 完全就是活该 那么接下来其实他还重点说到 郭艾伦呢 这个国家队的好兄弟 他说郭艾伦其实之所以说 机场比赛都不能够上场呢 完全不是因为自己伤兵那些原因 而是因为呢根本不想打 他和球队某些球员呢不合 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就出卖了郭艾伦 如果说真的像王哲林所说的那样呢 也就意味着呢 这一次郭艾伦呢 其实根本就没有伤兵 只是自己呢 可能不爽某些球员 所以说与其呢上场比赛 那么还不如呢一直休息了 就这样呢看着球队一直在惨败 那么除此之外 在这一次呢 他还嘲讽召集园呢 根本就是多管闲事 那么在郭艾伦呢 都不上场的情况之下 他却贫密卖力呢 结果最终还是不能够带着 辽联队了取得最终的一个好成绩 所以在王哲林看来呢 他对于这几个国家队的队友的表现呢 好像是都不满意 当然其实除此之外 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一次 针对阳明的整体表现呢 他还用了非常难听的词汇去批评阳明 那么这个词汇呢 在很多球迷看来呢 确实也是非常的粗俗不堪的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啊 那么王哲林呢 确实是闯了一个不小的祸雨 也是彻底踢爆了 整个辽宁队的内幕 可能有些东西呢 在此前很多球迷都不知道的 但是可能呢 王哲林作为郭艾伦 以及赵继伟的国家队的队友呢 确实可能在私底下会聊到一些东西 也比球迷呢 知道更多的一个东西 所以其实综合目前这样的一个录音内容来看 如果说就像王哲林所说的那样的话 那么可能之后的话 不仅是王哲林要出来道歉 甚至可能整个包括郭艾伦和赵继伟呢 都必须出来澄清这样的一个说法 到底是不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呢 还是说其实只是和球队内部的一些内讧 导致他不能够参加比赛的 可能这一点问题确实也是相当于严重的 否则这种东西不解释清楚 后续可能对整个辽宁队的一些球迷来说呢 猜测就会更多 后续如果说这些球员 因为真的是伤病呢 退出比赛的话 可能很多球迷就会在猜测 也许不是比赛 也许就像王哲林所说的那样的 应该就是内讧 应该呢 就是在利益争场 当然其实我们回顾整个录音的过程 其实可以发现这一次王哲林虽然说 他的一个隐私被别人爆出来 是他的队友不对 但是就这个录音爆发的内容来看呢 其实我真的觉得呢 王哲林这一次说话确实呢 也有些过分了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 尤其是他爆出啊 去辱骂前辈扬名的这种做法的话 确确实实要很多球迷根本就看不下去 因此其实我们联合此前的话 CBA联盟呢 曾经就王哲林爆出辱骂裁判这种做法呢 最终是判罚他1万块钱这样的罚款呢 那么现在看来这一次CBA联盟呢 真的是没有做错 当初其实啊 他们就看到了王哲林可能这种性格的话 很容易出事 所以呢才会用这个罚款呢 让他吸取一次教训 只是很可惜 当时那个罚款呢 最终也是没有让王哲林呢 吸取到足够的教训 结果最终在跟一时这一次呢 还是彻底惹祸了 所以接下来我估计啊 王哲林这边呢 肯定会站出来澄清或者说说明一个情况 并且向自己的队友道歉 但是我觉得对阳明对郭爱伦来说 可能呢也同样需要做出一个解释 那么否则后续一个比赛呢 可能更多的一些意外跟猜测呢 也会不断 那么对辽宁在后续的一个争取而言呢 会造成非常多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不妨呢 静静期待一下 这几个当事人呢 在后续的一些表态 好了本期的亮晒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